嗯?不然你会想哭吗?有谁不想长生不老呢? 透过及时的立体投影技术你可以和秦始皇对谈 不过虽然回答的内容相当酷素 但是这也提供了另一个角度来解开秦始皇的神秘面纱 而且一个执政没有多少年的一个人呢 他有办法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做这么多的事情 那对我们后人做的这么深的一个影响 在模拟的地宫当中摆设的青铜器皿 为的就是替躺在棺果当中披着玉驴衣的秦始皇 在来生所准备的菜肴 秦始皇除了逼马俑之外 追求长生不老成了他执政最后的阶段主要的任务 在追求长生不老的过程里面呢 他的秦始可能一去不坏了 那在这一次的展览里面 我们很清楚的跟各位朋友做交代 这项展出以现代的科技重现出秦朝的生活 不过也融入了些许幽默 让民众了解到原来历史也可以这么好玩 更提供了民众了解造就秦朝霸业的原因